好 我們在這裡要下載Android Studio 首先我們在Google的頁面 我們直接打上Android Studio 好 直接Google 原則上應該就是到它的頁面 大概前面的連結 我們當然是在Windows系統下 所以我們當然是直接就做下載 這邊你當然必須要做接受 好 然後再按DownloadAndroid Studio for Windows 然後直接按儲存 好 現在就等待 好 終於整個下載完畢 好 那我們直接把它打開 安裝 然後直接按Next Next Next 那它需要的空間還不小 4-3 1 看一下它有關它的Agreement部分 當然必須按Agreed 然後它安裝的地方 那顯示的是Android Studio 按Install 看看它的Detail部分 好 終於安裝完畢 我們按Next 嗯 直接按Finish 然後要讓這個Android Studio 好 讓它啟動 然後 嗯 我們並沒有之前版本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 這兩個的話 我們當然是選第二個 如果你有之前版本 或者是 那你自己客製的一個Location 的話 你當然這邊 你這邊去 講它 那個所在會 講它輸入 所以我們這裡點OK 所以它的 開發當中 主要開發工具 就是所謂的Intellij 這樣的一個Playform 好 我們當然是允許存取 好 當然你的JTK 當然都要先裝好 我們看看啊 第一次 第一次開啟 那當然還有 好 還要去下載一些Android 跟一些SDK的一些工具 所以這有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再重拾一遍 我們JTK23這個還沒有下載完成 好 剛剛因為是仿兔案例的關係 所以我們再重拾一遍 OK 好 那包括這些元件 都已經下載完成了 也Install好了 好 我們可以按Finish 可以按薦嗎 但是呢 如果有很多糖